调酒师靠死了红夫人夜夜呀 今年的古堡盛宴将在10月20号开启 万圣街元素已经遍布庄园了 活动第一周 活动商店 流传的紫皮亡灵将会返场 还有一台最喜欢的欢乐惊魂追击音乐哟 正常的商场返场有入恋式的金皮 菲尼克斯和紫卦紫月来史 之前错过的宝子可要注意啦 同时还有一些新菜品上线 焦糖苹果我觉得野人应该会爱吃吧 爆米花和酒鲜巧克力会是谁的菜呢 宝子们可以评论去猜一下哟 活动的第二周厉害咯 也就是在10月27号 没户后 想要就是紫皮燕舞将商家活动商店 还有蜡像式蓝皮断罪 和一个可爱的求生通用挂件 大耳福 我们的杂技也有新金皮 上架商城了 是以礼包的形式 里面包含金皮茶话会和紫卦茶话时间 看着手里扔的不能变成茶壶吧 同时上架的还有紫色品质家具 会发光的怪弹南瓜塔 和一个荒芜树灯 还有两个蓝色的 第二周还会有一个新的主题舆论玩法 月下的教堂迷宫 到时候约上好友穿着cost服 在迷宫一起逛街呀